霍尔果斯市对重点区域实施封闭式管理后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活 迅速畅通市场采购、运输、储备、销售渠道 全力保障百姓生活物资供应 确保市场稳定、物价平稳 10月3日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 在三天一次常规核酸检测中 发现两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并同步对市场供应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记者在霍尔果斯市物资供应点看到 蔬菜、肉类、水果、米、面、油、蛋等 生活必需品种类丰富、物资充足、价格稳定 工作人员全部按要求佩戴口罩 做好防护和配送工作 据了解 居民购买生活用品 可以在智慧云微信小程序上下单 工作人员对订单、采集和整理 由物资分配人员、分片区、分小区 分批次配送 确保物资第一时间发放到每一位居民家中 保障基本居民生活物资供应的同时 霍尔果斯市还积极联系果蔬原产地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 保障消费低价供给 目前所在夏区内所需的生活用品 蔬菜水果还有肉类 大概有40多个品种 能够满足老百姓日常需求 目前我们正调集员工 加班下点到分装、配送 全力保障夏区内 居民生活物资供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